由文化部和国家电影中心 主办的第42届金税奖 以培育台湾电影人才为主旨 而得奖的作品已经公布了 最后是由汉廷指导的 残名夺下了首奖 最佳导演奖 以及最佳男演员三项大奖 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展览是规模缩小 仅保留六个地方办理 而其中之一就是在花莲文创产业园区 六个场次20波度的电影 也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有文化部与国家电影中心主办的第42届金税奖 以培育台湾电影人才为主旨 本届符合报名资格的作品共有273件 剑数创下新高 今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上月底采用线上直播来公布得奖名单 而为了降低群聚感染风险 今年影展也缩小规模办理 仅保留新北、台北、高雄与花莲的花创园区 共六处来播映作品 内容包含剧情片、纪录片等类型 今年是第42届金税奖影展 其实金税奖是目前台湾国内最大的是以短片竞争为主题的影展 那其实它成立了42年 到目前为止 其实为持续会台湾的影视圈培养了非常多 非常多 很厉害 而且很多很有潜力的新内导演 今年因为是疫情的关系 这其实我们今年的巡回报名 其实规模有缩减 本来我们在全台湾应该会有三十几个巡回报的点 那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缩减了很多的规模 那其中我们还是特别为花东地区的观众 保留了一个点 就在花莲文创园区 那这也是金税奖的巡回放映 第一次来到花莲文创园区 我们共有安排了六个场市 也就是从4月24号开始 每个礼拜六个礼拜天的下午两点钟 在这边固定都会放映 那这个六个场市里面 其实选了 比如说包含有一些剧情片 或是有纪录片 然后其实这些作品 有很多都在近年得到非常多的 很重要的奖项 比如说像主管再见这部影片 在今年获得一番作品的优等奖 他也获得了最佳整体演出 那其实这个影片的导演 也是目前是被誉为是台湾 这几年可以值得期待的一个新导演 那林雅佑导演其实本身已经有大概有三部的短片的作品的成绩 那其实这个影片呢 其实他也拿到了短片布朗金的补助 那我觉得这个是目前今年我们被选进来推荐给花莲观众其中的一部影片 非常欢迎就是花东地区有志于从事一项创作的朋友 那只要你觉得你有不错的短片 这是在60分钟以内的作品 那无论是剧情 记录 动画实验 那或是你是各种类型的混搭 都没问题 都欢迎大家 本次全国各地巡回影展 即日起至5月10日 花莲总共有6个场次近30部电影 而为了配合疫情 采用梅花座录作方式 尽管前也会做相关的防疫措施 希望民众在看电影的同时 维护资深及他人的健康 更多花莲场次播放片单 可上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脸书专业查询 金碎奖所有片单 则可上金碎奖 优良剧本奖 短片辅导金脸书专业查询 记者长邦彦华联士报导